2月20日,赌王大房长孙女何佳华受访宣布将在今年结婚 男友Stuart是离一代娃的电单车锦标赛总监 两人交往至今三年 47岁的何佳华是赌王大房长孙女 她的父亲何游光是大房二代唯一的男丁 1981年与妻子开车外出时因车祸双双去世 当时何佳华只有6岁 妹妹何佳文只有3岁 两人是爷爷及小姑姑何超雄抚养长大 2月21日,港媒继续报道何佳华采访内容 她首次谈及百亿遗产风波 据悉,赌王何鸿燊在2020年去世 生前并未立下遗嘱 引发多房子女争夺遗产 大房女儿何超贤与二房长女何超雄对部公堂 何超贤指控何超雄隐瞒了遗产的金额 估计遗产高达110亿 但只说大约17.2亿港元 有私吞百亿遗产的嫌疑 何佳华作为大房女儿 理应站在大房这边 但她表示自己不清楚 称不太想介入争产 何佳华与小姑何超雄的感情最好 她由何超雄抚养成人 现在回澳门都是住在何超雄家中 不过 何超雄与姐姐何超贤不合 两人因为赌王原配夫人李婉 华留下的30亿遗产对部公堂 目前遗产的管理权仍在何超贤手中 或许在何佳华眼中 何超贤虽然是大房的人 却与自己的妹妹何超雄争产 所以才没有与何超贤统一战线 何佳华此次采访 还谈及了父母车祸 称难以走出阴影 以至于不太敢回到大宅 这一次回澳门探亲 他重新去大宅看了一遍 情绪仍十分激动 谈及爷爷何鸿燊 何佳华坦言记忆有心 指自己18岁生日时 何鸿燊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派对 带上二奶奶蓝琼英飞到英国一起出席 当时何鸿燊说想去外面走走 结果差点被狗追 昔日画面至今历历在目 尽管父母早顾大房失宠 但何佳华之前还是很有排面的 他与前夫结婚时 赌王亲自送嫁风光无限 可惜两人因为经常吵架最终离婚 2012年 离婚后的何佳华带着一双子女飞往英国定居 结果不幸患上乳癌第三期 在妹妹和亲人的鼓励下 何佳华抗癌18个月 最终全面康复 现在只需要每半年做一次检查 防止癌细胞复发 据悉 何佳华与男友Steward在参加赛车活动认识 南方离过婚有两个孩子 交往三年后决定今年再婚 但婚礼不会再铺张 何佳华此前豪值千金 买下英国赛车队 有望冲振大房雄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